V-1 做的一不一样是一样的结果 它的轨迹是相同的 来给你们看一下成品 就是你看 徐线有了之后 你就可以用叠层搭声去补起来 去进射 进射 去删除你不要的东西 填补起来 把洞补起来 加圆角 回圈圆角 加厚 口的回圈圆角 你都可以去做修饰 让它变成是你想要设计的 比如这样这个喇叭的口 的造型设计 你都可以透过这些方式 去做出很漂亮 或者是以往用传统方式做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香蕉曲线 或者是投影曲线的做法 做设计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去做滑鼠 滑鼠可能要去拉一些曲面的线条 那这些曲面 其实都是参考用而已 重点是为了要那个曲线出来 应用到里面的 比如说填补曲面 或者是边界曲面 或者是叠层拉伸曲面 没有办法去做出你想要的东西出来 谢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按赞订阅或分享阿鲁的频道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我先看好了 我们下个影片 谢谢观看